本节目由动旅游vlog赞助播出 除了你们现在看到的背包去环游之外 我们的频道还上线了另外一档节目动旅游vlog 关注我们的频道或者搜索动旅游vlog 一起来看我们最新的节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OK 我们现在到泥石了 我们到这个公交站这里 到车站 但是呢 我要搜一下这边公交怎么走 还是要转程 转程走路 到了 我去报过 孟孟同学刚才说他喜欢这个城市 小城市的感觉蛮好的 我拿相机出来拍照了 特别有feel 我们一直以来都不是很喜欢各个城市的首都 我们一直以来都不是很喜欢各个城市的首都 不喜欢那些小镇 这边也不然觉得还好 没有说那么不好 只是说看到这个城市就觉得喜欢这个城市 那这个教堂应该是比较现代的 对 他风格稍微就是不像其他的教堂那种 比较蠢 在我一样 东正教堂 是的 这种意义呢 等会儿孟俠再跟大家 在里面给大家介绍一下 然后我们要从这边门口进去 不知道给不给进 然后给不给拍摄 看一下吧 因为有三个兵哥哥在里面 拍摄给大家看了 买了票 只要有票那就不担心了 还证明可以拍摄 可以什么 有票不一定能拍摄 能进去 能进去 然后它是个连票 还有那个红十字 集中营 然后当买这边要200 买连票300 那中间这个是什么 可能是本博物馆 那没关系不管了 反正 应该集中营可能也要200 所以我们就买了这票了 这个就是那个 叫做骷髅塔 你可以看到已经有那些骷髅头 在这上面了 然后等一下孟俠和大家介绍一下 为什么是 有这些地方 很多兵哥哥过来 挺出目惊心的 挺那个 我虽然知道就是真的是有过头在这 但是看到这么多的时候 有的心里面还是挺那个的 就当时是那个 我们边走边说 我就这样讲 对这边吧 对边走边讲吧 你也当时陆特勒奇 轻占那个 塞尔维亚的时候 就是这边是1809的时候 有个萨瓦 雷萨瓦公爵 他就是去 相当于自杀式攻击 那个托尔其 那军队吧 然后就开火击中了他们 戴药库 然后就是 包括公爵 在那个4000 雷塞尔维亚人 就死了 然后当时就是那些 拖鞋很残忍 就把这些 士兵的头皮里包下来 然后就是把裤头放进去 当时是有 本来是有952个头 就后面 就有些家人 把他们 亲人的头领回去了 现在就剩下58个 然后 我觉得看的还是很那个 很阴森 不是阴森 是觉得很残忍的样子 就把头颅放在这里 就相当于一个警示 做给人 这些表现就是说 来塞尔维亚人他们就是 蛮强的抵抗啊 这种 这种精神 这样子太看了 什么感觉 就是 你要想 我想到的其实是那些 就头骨没有被领回去的那些人 他们是不是连家人 都没有 或者是 就是 就可能就 家人都找不到他们的那种 我们俩到了这个 传说中的 红十字集中营 虽然是红十字 但其实是什么 纳粹的 那个什么 以前 关押犹太人 还有塞尔维亚人 还有 这个 红十字集中营 然后这个是欧洲保存 算是最好的一个 就是 最完整的一个集中营 可是 我没有看到 门是关的呀 开着的 还真的就是这样接进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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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看到那种房子就是看到电影 想到第二张那种电影 什么的 各种障害集中营 各种障害那种 哎 我们今天的主题 真的是太纯粹了 是 哈喽 大家好 我现在呢 就已经进入到这个集中营 然后这里呢 是欧洲保存最完好的一个集中营 就是当时 虽然叫什么 十字集中营 但是其实就是 那个当时纳粹啊 关了三万名 塞尔维亚人 罗姆人 还有犹太人 在这边 然后还有很多什么 就是他们越 一些试图越迷的这些囚犯啊 什么 你看到这边 两边倒的这个雷霸啊 然后在这个博物馆里面呢 还有一些就是他们悲惨的 一些遭遇啊 一些经历的 我们进去看一看 这个游戏是为 Servian people Jewish people 和Roman 第一个游戏 是为 男人 上 是为 几个仙人 几个仗人 有些可能 所以 有些人 有些人 几个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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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 他会生罪约的帽子,他会生死了,他会生死的帽子,然后就在他背景。 大家看到这边出了,这个地方,这个就是他们睡的地方。 他们快找一多人就睡这里,然后没有被子啊,没有穿啊什么的。 昨天出去,就是问你可以走一下,然后会上廁所啊什么的,再拍一面。 就我没有听得太清楚 到底就是当时 他们越狱成功的人数是多少 反正就是挺惨的 好像是有一百多越狱的 有死了四十多个 小元说要带我去一个城华 但是这个地方 这个很偏的了 连路都不像一个正常的路 还在那边都是垃圾马桶 那边看上去有点像个要塞 但是小元你确定你不是要管卖 我把我卖给多摸饭去 哈喽大家好 这里呢是泥石要塞 就是以前十八世纪土耳其人在这边修的 但是实际上最早应该是罗马时期 这边就已经有要塞 然后就那种你就看到啊 这个小那种沟壑 然后那边这边我身后就会有那种 像就是应该是他们放的一些 那个躲在里面的一些士兵啊 还有一些乳气装备啊什么的 然后现在那边呢已经变成了一些休闲场所 什么咖啡厅啊 小情侣三段步的地方 然后我也要去三段步了 然后小元在这边看一下 抵查一下真情 喂 追查一下第一次 追查一下第一次 哈哈哈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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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于回来了 我们到了一家人气非常高 就在这边在猫土印上排名第一的餐馆 然后不知道今天的菜怎么样子 孟同学很满 如果有吃的话就不满了 肉汤怎么样 我觉得这面包都很好吃 面包好香 他们的面包是外酥嫩 我就喜欢吃那种可爱的小动物 什么羊蜜蜜 小兔子那么可爱怎么可以那么好吃呢 小兔子那么开怎么可以那么好吃呢 这是他们家烤蔬菜 什么烤 这是什么 这什么瓜 这是这个 这是葫芦瓜 好吃吗 好吃吗 烤茄子 烤茄子 嗯 好香哦 他差了环油烤的是吧 嗯 你吃到牛油的味道 吃吧 啊 很香 好吃 好吃 这是我们的主食 有肉 有茄子 肉董混合 肉董混合 嗯 他有愿意把肉烤的鲜 烤了再放进去 怎么样 鸟匙 蝦 他有烤肉的香味 哇这家的店 他是老板吗还是 不是 店员对我特别好 对啊 对我们特别好 这个是他送的礼物纪念品 他们家的logo 然后是起瓶器 还有送甜点 对免费的甜点 哇好赞哦 这个可以起瓶子 哇 好吃 沐霞前面想吃冰淇淋 然后他就 他说没有冰淇淋 开心坏了 开心啊 还想吃冰淇淋 好 OK我们吃饱了喝足了 然后真的推荐一下他们家伙 他们家叫什么名字 Caffeina Galiccia 应该是那么法医的吧 往这边走吧 他们家确实在 猫头营上排名第一 然后确实好吃 这个服务员呢很热情啊 送了我们甜点 送了个小礼物 就是说嘛 重点是人家说送了咱们个甜点 哎不过那个肉 我觉得那个肉啊 虽然其实我们其实吃不太下 但那个肉又是很划算 因为它里面满满的肉 然后那个肉很嫩 你知道今天我们才吃多少钱吗 多少 如果不加小费才不到100块钱 真的吗 对很便宜 哦那真的是好便宜 我的天啊 I've got nothing on me I'm only one call away Call me baby if you need a friend I just wanna give you love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Reaching out to you so take your chance Better where you go I know you're not alone I'm only one 今天早上发生 发现一个事情 昨天 梦霞的东西被偷了 在车上 然后 没有是份证 夹照还有200美金 前到四小时 其他东西被偷了 很麻烦 和银行卡之类的 节目里不能说的小秘密 都在背包去环游的微信公众号哦 赶紧关注起来